晚上这个饭怎么做 不关我的事 那你不做那我来做 鸡鸣 晚上吃什么 吃鸡腿 我去洗头了 希望人家回来有饭吃的 别看着我 吃的饭好烘熟吗 嗯 吃个地瓜 比较好吃一点 做鸡饭不是这么简单吗 我听到那个排气站的声音不错 煮啥了 啊 看一下煮什么了 煮 鸡鸭锅应该是稀饭吧 这稀饭快好了吧 嗯快了快好了 那炒什么菜今天晚上 炒菜的话还是你来吧 为什么我来说好的你来的 不是你炒菜我比较爱吃 大的都爱吃 哇你情深挺高的这么会讲话 啊 你炒的菜我也爱吃 这点也爱吃 不是你炒的确实大家很爱吃 你喜欢吃爸爸炒的 你挖坑给你爸爸跳 哈哈哈 你来了啊 你说好你来了吗 不是我炒菜 不怎么好吃 我慢慢学习啊 还是你来 我真的馒头了 做个馒头 小事情可以大事情我真的做不了 我爸爸来 嗯 然后放学就带我女儿去买个烧饼 一个吃下去基本他都饱饱了都 哇是个烧饼吗 对啊 拿个给他 刚好今天吃西饭就给你们吃 平时吃米饭我就不爱你们买这些 我都没吃 你看卤料 今天又买五个油料了 你买的更多 花生 又不是今天买了 连明天的一起吃了 昨天的一个都没剩 连汤 猪菜连的飘饿都光了 再炒了精湛 搞定 哦 挺好喝的 搞定了 起来玩几瓶吗 我今天已经搞定了 都给他说了 还给我吃 没没 走两块 老顿你能够吃吗 老顿你吃吗 我先听你没有吃 一听到老发调音回来 就赶紧下去看一下 鱼我就不想吃了 这个还是可以的 不过鱼好像 可以拿回来红烧哦 这煮个 酱油水还是不错的 这个真的没没吃 这是什么鱼啊 这哪里是鱼啊 这是什么啊 螃蟹啊 螃蟹 莱花蟹 对啊 哦 还活着 放在冰箱里面冰晕了 哦 就一串 这种就是偶尔经济好会浇到 真的给你儿子 好的 进来 你吃吃不完了再给爸爸玩哦 你们赶紧过来吃饭 我不管你们了 我要下去帮我 我要下去帮我爸撒一下鱼 我妈都还没回家中了 还在卖鱼 等一下再下去帮他撒 吃黄瓜 你还喝粥啊 不是吃黄瓜就好吗 光吃黄瓜啊 啊 很想喝粥 光吃黄瓜就够了呀 菜 等着黄瓜刚刚好 对啊 就不用再喝粥了 吃黄瓜很快就瘦了 我跟你讲 就是 我们吃了140就可以了 不要太瘦 好 140就可以了 你不是说130 130不行 130太瘦了 现在它是150 150多一点 老妈虚胖 你看它看起来都不止150 嗯 然后 它瘦了10斤 140 可以 130太瘦了 好吧 我以前 178 178 8多 反正45度差不多吃饭饭就是180斤 嗯 对对对对 但是你想想看哦老爸 我都要60斤 你 蛤 你不要60斤 178 你现在跟我讲说160斤 你算了 我不算 你 你说你刚刚是不是说你以前178斤 你刚刚是不是听这样子 不是 不是吗 哈哈哈 他刚刚是不是这么说 嗯 对 不知道 他应该是说他撑的时候就是78公斤 应该是 然后他自己在讲的时候他讲错了讲成178公斤 嗯嗯嗯嗯嗯对对对对对 那你跟我们讲的时候是讲了说你以前178公斤 嗯嗯嗯 我脑胞疼 你们赶紧吃了我还要下去放盘鲨鱼 我爸那边还没弄好还在秤他在卖鱼呢 你先吃一点嘛 我回事 啊 没事 你们吃吧 嗯 吃啊 不行那我们吃 吃饱喝足了 这是今天西饭剩的一大锅 就是因为烧饼 不过我们家二位真的特别喜欢吃烧饼 每次就是想着说放放学的带我女儿去买这个烧饼 那烧饼确实好吃 我不敢吃吃完了 吃不下饭 一个烧饼都够我饱了的 妈妈你忘了没 不饿 你不饿啊 嗯嗯 你看跟黄瓜一碗西饭 哦 如果能不喝西饭再喝 哦 你说明天你过没那黄瓜我会不喝西饭 真的假的 真的 你做了 我往一百 一百四 一百四 一百四哦 嗯 不是一百七十八 哈哈哈 咱老妈就是那个啥 说的说过的话一定要录起来 录起来 还会少赖 我不知道 哈哈哈 老小孩 老小孩 昨天还是我赖他 以后都给你录下来 我好赖 你们赖我 他说我就好赖 你们就赖我 我说哎 我真不想给你真的 就那个吃生蚝 如果以前有看过我们吃生蚝的那个 那个视频 大家都知道我婆婆就嫌弃难吃 扎心 他说不可能 那可能就是那个东西太硬了 我才会嫌弃它难吃 吃烧烤肯定都是硬的 我说妈妈那个生蚝是暖的 他忘了 我把视频放出来给你看要不要 那个我都没想过我没不吃啊 你的印象当中 什么都吃 没有不吃的 那我是想告诉你 可能有可能就是你忘记了 但是我是想说 如果你记得的话 不要说什么都吃 因为我以为你吃 所以我也买了你的份 结果浪费了 是这个意思 我经常听着浪费 你又要骂我 又要说我赖你 他不是说你不是要吃吗 是啊 然后我买完了 不好吃 又不吃 一定要跟他不能较真 真的就是要装风卖傻 反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装傻 我就是在装傻